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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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爱 小爱小爱 小爱点啊 哎呀小爱 这都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哎呀你看这多快呀 转眼就五个月了 它这么大热天 你这是去干什么呀 您看这楼上吧 WiFi信号又这么强 我又怕狗毛过敏 又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在那练琴 我就带着孩子出来消停会儿 行 那你好好消停消停 哎 哎 乐乐 你又这两忙干什么事啊 大热天的你跑什么跑 走 一会听话啊 嘿嘿嘿 小老 哎呀小老呀 哎呀 今天真亏你了 你看我这个身体 追他可就追不上了 杨伯 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再说了 我这不是年轻们啊 就当锻炼身体了 小伙子真会说话呀 哈哈哈 张伯 你一定又不听话了是不是啊 啊 看把你马叔叔累成这个样子啊 哈哈哈哈 张伯 您的腿脚啊 也不利索 干脆啊 我送你回家得了 啊 那好啊 走 走 这个楼上新搬来的那个大众婆 好像不太喜欢乐乐哦 昨天下午啊 我看到她的时候 哎呀 她这个脸色好难看啊 她还让我把乐乐送走 她说她为什么狗猫还过敏呢 梁伯 这事啊您放心 我来给您办 没事我先走啊 我先走了 我走了 一个空墙来坐 再见梁伯 再见 老蓬啊 你不是坐我们吗 不会都坐了 过两天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啊 马董明你先别走 哎 我还有点急事先走吧 你记得吃早餐啊 马董明 明本景物 也就是全行全英为人民服务 通过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努力 去为基层 为社区的老百姓服务 在我们每一个民警身上 尤其在我们一些突出的 优秀的社区民警身上 应该是得到 比较多的体现 这个马小明就是 众多社区民警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吧 从2012年开始 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区 推出民本景物战略 民本景物的核心是 端正人民主体地位 体现人民主体意志 维护人民主体利益 价值取向时 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 社区民警是我们 整个公安工作的基础 跟群众接触最多 也是这个贯彻民本景物的 这个最直接的借行者 社区民警是最能体现 以民为本 为民服务的精重 为此 珠海市公安区 要求社区民警的比例 不能低于分局警力的40% 杨春涛 就是微电影社区警示中 社区民警 马小明工作的地方 珠海市公安区 前山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 他和马小明一样 每天工作在左辖的社区里 在杨春涛看来 社区民警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 只有平平凡凡的工作 要在平凡的社区中干好工作 首先要正直做人 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实际想着 我们要保持一个公正 公平 作为一个社区民警 要转变观念 爱港敬业 要把工作定位在大楼基础 定位于爱民为民 变民立民 从心里面 就改变自己的一个角色 把自己 不要当自是一个执法者 把自己当成一个服务者 喂 您好 是我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 那当然啊 我也不能跟孩子直气 小静这孩子 马上就要议考 咱都是惯来人 你也都明白 你说 他这父母又不在家 你让安奶奶一个人 上哪去 给他找恋琴的地方 我说马警官呀 我也不想让您为难呀 还别说 小静这孩子吧 行拉的倒是挺不错的 我是个教戏曲的 我也挺能理解小静的 但你说 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 你这种心情啊 我能理解 我说马警官啊 梁博家那个狗 什么时候能送狗啊 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 这俊老猪就是不丢 这事儿 你就对着 但我对狗毛是真莫名 你看我这身上 这枕子挤的 你不是教戏曲的吗 这样 你没事儿啊 跟梁博切磋切磋 你也传授他几手 让他在人这个小区的票友面前露露脸 说不定啊 他一高兴啊 就把狗送走了 哎呀 我这儿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倔老头 没事儿 您放心 这事儿啊 我来办 那行 就交给您了啊 马警官 那我先回去了 行行行 周晓 胡晓纳 对 你就像YP在这儿 胡晓纳 你这人怎么这样 小晓纳 马警官 看看啊 我们这一整栋楼 我们家老文挨家挨户的拜访 说让大家把这个WiFi先关一会儿 大家也都能理解 是不是 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就住在我隔壁 膚色那么大 说了多少次都不关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WiFi信号对孕妇的没影响 是 对孕妇没影响 它对孩子有影响啊 爱美丽 爱美女人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你的手机 你打二十分钟电话 因为我那WiFi开一年的辐车都强 他老折腾我把这WiFi关了 你还不如把你的电话听了呢 马警官 你看看 你看他这个人有多不讲理 胡晓纳 就是看在你面子上 我回来就把它关了 行吗 行 以后也得关啊 他有方法做得好 就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也是这样做 就对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说太多 先让他们说 说他们的话都把气都散了出来了 然后单独就跟他说 要肯定他肯定他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站在我立场那 那我就相信他 然后就把那个心交给我们了 社区民警的工作看似简单 但要做好还真是不容易 不仅要有一颗为民服务的心 还需要智慧和方法 这个威廉营里面反映出来的这些矛盾啊 冲突啊 需要毛小民去解决的这些问题 其实它也都每天发生在我们的社区民警的身边 每个社区民警都明白 要想搞好社区工作 必须用真诚的微笑和社区居民广泛接触 从思想感情上与他们缩短距离 然后建立信任和感情 你没有取得他们这个信任的话呢 他们就不会说把心理话啊 那些跟你讲 如果心理话你心理话不跟你讲 你肯定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想法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纠纷 所以你就不好调节了 现在大家评论一下 有什么问题 你希望说这样 很快 你不愿意 要想把心理疗 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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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半夜 你又把麦牌打开了是不是 你存心的吧 这么大风射 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我不乖哦 别怕 小闹 你出来一下啊 我有话跟你说 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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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家 你赶紧给我把门打开 今天上午刚打给了 马警官把外拍关了 白天说的话晚上就忘了呀 你再不开门的话 我可给马警官打电话了啊 开门 谁呀 这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呢 谁呀 来 慢点 来 慢点 来 慢点 哎呦是小碗子 安奶奶 安奶奶 这是您的老年证 我给您办好了 您收好 哎呦 你打个电话 我去取就行了 看老你跑了一趟 没事 你就在这坐着 我有个菜马上就炒好 中午在这吃饭 不许走 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不行 吃饭 看 都做好了 哇塞 安奶奶 我还有事呢 有事也得吃饱肚子 吃晚饭再走 行 小静 在顾你们练习呢 可是 马上就要一考了 是吧 别人也挺闲 你说这家里军这么大 您让孩子上哪去练 我就怕 您向了别人 会无意见 马叔出来了 我呀 来看看你 来看我 听说你要一考了不是 我呀 给你找了个练琴的地方 真的 在哪儿啊 不远 就在咱们室文化馆 真的 太好了 谢谢你马叔叔 明天有空啊 我就带他去一下 让我关掉WiFi 就跟泡面没有水一样 我能舒服吗 泡面能舒服吗 关掉WiFi 你可以用有线的 马哥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呈现在社区里 为我们些小事操线 你烦不烦累不累 有一句话叫做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这根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社区民警 其实在这个一个社区里面 有很多杂事 有很多杂物 需要他们去处理的 比如说户口问题 社区的治安问题 甚至是养狗养猫 等等这些小事情 邻里之间的纠纷 还有就是我们的治安的排查 等等这些 都需要我们的社区民警去做 社区民警杨春涛 总结社区工作的经验就是 要做到耐心和细心 跟群众打交道 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来对待他们 要做到把他们的事 转化为自己的事来做 这样就会做好 要是我们能力所在的 能帮到的 我们也会尽量帮 但是有些也 不是我们范围内 能解决掉的 那我们也尽量 就是说协助 就是找相关部门来帮助他 屏幕上的小人物 现实中的真英雄 站在第一线 冲在第一线 他们一身正气 他们执着奉献 他们终成无悔 一不容辞 请善而出 这一幕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 微电影的镜头里 你如果跨一分钟 这可能就觉得是个生命 探寻公安 微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动人瞬间 天望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喂 啊 是我 行 行 啊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好 这可不想闹 你是不是又把WiFi打开了呀 你之前可能把警官说好啊 你现在被人带就来这一块 那你 你是不是以为咱们小鸡 都是你们家开的 你管天管地 管不着我不想闹 干嘛呀 他躲不起 他躲不起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也怎么这样啊 什么 马警官 你可来的正好 你看看啊 这是我们家老闻 刚跟我装的转件 这显示的现况 明明就是从他们家那个屋里传出来的 你看 来我说小猫 你之前怎么答应我 行 行 你们俩也是的 明明明的吵什么吵 你还躺着个大肚子 就是 你得了 没事先回去吧 喂 王医生啊 我是小马 是这样 我们辖区啊 有个孕妇 老是担心这个WiFi有辐射 是这样 我知道 咱们呀 你那个WiFi的事还没解决呢 你是不知道 我都快丑死了 嗨 要我说呀 给他找个专业的检测公司 当着他们的面测一下 我怎么没想到啊 喂 你好 帮我查一下测辐射的公司 哎 哎 哎 小姐 您家这里这个辐射呢 对人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真的吗 对 您看啊 您家这个位置呢 同时是受到了三个扇区的一个辐射 嗯 它的总的辐射值呢 才差不多是30Vs了 所以这个属于低频段 这对人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哎呀 真的啊 真的没事吗 哎 对 您看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 哎 妈 啊 什么 我姐生了 哪个还是女孩啊 哎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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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行了 行了 你别着急 我这就回去 好吗 哎 好好 哎 我说 想到 这回 你可是要当舅舅的人呢 是啊 你这都太突然了 我这 哎 你说 要是再过两个月 你爱姐 也把孩子生起来 你想一想 她这孩子的舅舅 会不会也像你这样太近的啊 嗨 我明白了吗 哥 哎 哎 爱姐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呢 平时不太会说话 但是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呀 不管这WiFi 到底还有没有胡适 我就彻底把他关了 行吗 嗨 这不刚才都检查过 没事了吗 再说 这几几天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行了 行了 咱们以后啊 就临你之间的 和睦相处 啊 哎 对对对 像我们处理一个居民的 每个美睫事处理完以后 自感觉到 很开心 其实在真实的生活中 我们的社区民警所面对的矛盾冲突 可能会比微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和尖锐得多 在真正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他们可能要花成百上千倍于我们的微电影的这个时间来解决和处理问题 才能够得到最终的大家人民群众的满意的结果 我帮您拿 我帮您拿 来来来来 没事 没事 哎呀 parlament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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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烦了 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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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 你扶着 扶着 我就说让你早点找好医院 你现在都不找医院 怎么办 一大小孩 像小孩 你怎么办 这大小孩 你像我 你还不长得多有孤气 像小孩 还不长 把过悟蹈她 对 又 都在啊 马哥 放下来 我来看看你 来来来来 来来来我看看 来来来我看看 你压到最快了吧 快了快了 奶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被摸起了 你走了 我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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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先一张 奶奶我能抱一下 对了老温 你这孩子 起名字了吗 哎呦 你看我 老温说 你又忘了起 下个话 哎 老温啊 你姓文 我看看 要不咱们就叫文明 文明 这个是何名 叫文明啊 小文明 小文明 有什么事 都会找到我 就说 有时候 他们请客啊 或者有时候 他们生了小孩啊 要叫让我去看一看啊 这种 就感觉到好像是 没有 没有说把我当成外眼的感觉 真是挺开心的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只要你是真心实意 为百姓服务 他们就会记得你 高兰港分区温泉派出所 担任前方社区民警的杨华青 在前方村工作 近八个月 却与村里 两千多居民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我们是 我们是警察 这回是文明服务 我们是 不 不求任何什么 回报 那些 我们就是 尽身尽力 为文明服务 哪怕一点一点 把群中的细一点小细 当成自己的事情 把它 办好 做好 群中的应可 2014年3月 杨华青因为工作关系 要调走 当前方社区村民 得知这一消息 一张写满212人签名的 挽留信 被送至平沙镇政府 村民们写就的这封挽留信 虽然没有华丽的词枣 但信中的每一个词语 每一句话 都在说说他们 对杨华青的依恋和不舍 在珠海市公安区 除了有一批 像杨华青这样的优秀 男社区民警 还有许多优秀的女社区民警 她们发挥女性客友的优势 在社区工作中表现出色 社区民警周西青 曾经是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女民警 2013年初 她响应号召 申请到社区工作 我们有六百多名民警 响应局党委的号召 就下到集成 直接进到派出所 进到社区 其中有一百名女警 也响应号召 进入社区 进入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利用女性民警做群众工作 特有的优势 利用自己耐心细致 无私奉献的精神 去做群众工作 认真细致的女性优势 和踏实肯干 柔中带刚的工作作风 社区民警周西青 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尊重 你帮助我了 你帮我解决了困难 那我见到你 我当然就开心了 见到我们警察 他当然就觉得很尊敬了 针对社区外国人比较多的实际情况 为了更好的管理服务 外籍居民 周西青苦练英语考语 做好外国人管理 那么你必须要跟他们沟通 一方面我是学习 学习了以后就是实践 就是跟外国人交流 多交流 那么呢外语水平就会提高了 周西青管理的社区 是珠海的一个高档社区 面积大 人口多 如果沿用传统的社区警务模式 去管理服务已经落伍了 怎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新技术和新手段 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阿青把目光投向了微信平台 我们用微信来宣传我们的警务信息 可能会受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平台还同时具备了微信互动功能 居民可通过微信 预约社区民警 还可以进行微信咨询 微信举报等活动 是小区居民真正实现 与社区民警随时零距离接触 现在有一千多个人 关注周西青的微信公众号 在现有较为成熟的社区警务工作的基础上 珠海市公安局推出了村区警官工厂 原来的社区民警进入村委会 去担任相关职位 然后充分利用我们这种警察这种 既是执法者 又是人民服务者的这种角色 参与到这个村区 每个具体的工作中去 把村务 居委会的事务 和我们警务 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这样互相促进 村区警官有了双重身份 可以调配社会的资源 去为老百姓服务 而之前 仅仅是以警察的身份 有时候就没办法去开展相关的工作 现在 已经是唐家派出所的村区警官 尼磊 深有感触 原来他是把我们当成一个外人 就是纯粹的当成一个执法者 他是认为我没有违法 你们警察来介入 他可能感觉到有一点 抵触 9月13号 看来是70周年就多了 村区警官尼磊 现在担任了唐家湾镇后环社区 居委会副书记 他不仅要出席巨委会召开的各个会议 为社区的建设出谋划策 而且要做好自己原来作为社区民警的本职工作 虽说工作多了 但他发现自己开心了 可以为村民做更多的事情 村民的笑脸多了 和他的距离近了 最主要是警情竟然下降了不少 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单从警情来讲 我们在连续两年下降的基础上 这个今年一到七月份 警情又下降11.9% 用于创新是珠海公安的特色 他们立足当地社会治安实际情况 创新推出平安指数 就像气候预报一样 温度一样 让老百姓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我自己所处环境的治安状况 和量化的对治安状况的一个评价机制 应该来讲 平安指数的推出 也是公安机关自我加压 警务公开的一个具体决策 从2014年11月1日起 通过珠海特区报 珠江晚报 微信 网络等平台 对外公开发布 珠海市每天的平安指数 成为全国首个每日发布 振洁平安状况量化指数的城市 就我们平安指数发布以后 老百姓可以通过平安指数 来实时的了解各地区的平安状况 同时呢 我们配套的平安指数工作机制 它里面包含了问责 都办 考核等等 这些项目呢 它倒逼我们的地方党政机关 和公安部门联合起来 针对于平安指数发现的这些问题 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整改 形成社会的治理合力 平安指数是以政阶为单位进行发布的 它的工作机制就是 把所属政阶领导班子和派出所 牢牢的捆绑到了一起 珠海市公安局 和江州分局 前山派出所的所长 郑宇华 现在感觉到了压力和责任 在平安指数上面 我们派所是主力军 那 接下来的担子很重 现在 它每个星期要出席 由前山镇镇政府组织召开的 平安指数分析研判立会 会上 根据公安机关的分析研判报告 有针对性的采取治理措施 平安指数的发布 对珠海市的平安建设 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努力 2015年上半年 全市违法犯罪总警情 同比下降了11.1% 其中 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 抢劫 抢夺 盗窃 寻衅滋事等警情 下降幅度最大 同时 火灾警情 道路交通事故伤亡数 也呈大幅下降趋势 珠海开创了近年来 社会治理转好的最佳局面 融合了广东省安全感 城市排名的桂冠 作为直接和居民接触的社区民警 可以通过平安指数 指导它每天工作的重点 它也能把发现问题之后的 一些研判建议和整改措施 上报道振接党委政府 然后通过党委政府来主导 即全社会的合力 开展整改和治理 现在平安指数已经成为社区民警 开展社区工作的一个有力的工具